第36章 金甲 罗锋仔细观察着眼前摆放着的金色战凯 特别是虚拟出的一丝气息 更加接近兵甲降甲的感觉 只是这金色战凯是虚拟宇宙 根据现实中的铠甲扫描后虚拟出来的 罗锋也是在虚拟宇宙中自然无法感应 如果是在现实中能够轻易感觉到呼唤感的 虚拟宇宙中确实不行 给我的感觉就和兵甲降甲很像 罗锋连看向旁边的图纸 图纸上有详细的图片文字介绍 宝架 恩 罗锋一看不由露出一丝喜色 燕神族 图纸上有着详细介绍 这套金甲是在域外战场古老时期的一次大型族群战争中缴获 原拥有者是一名燕神族的封王极限强者 强横无匹 在其手上陨落的封王对手就有数十位 而后在大型战争中被宇宙尊者灭杀 遭宇宙尊者灭杀 那燕神族封王强者直接化为灰烬 湮灭死亡 可是它身上穿的金甲却是丝毫无损 令人惊异 以为是某一件强大的神秘宝物 这件金甲被当作战利品 仔细研究后却发现 金甲无法改变大小 无法融入体内 但是它的材质就算宇宙尊者也得认真攻击 才会产生裂缝 因试验 所以这套金甲上有着三道很微小的缝隙 虽然大小无法改变 可不朽神灵可以身体化为不朽神力飞入战海中 而后凝聚出契合金甲的体型的不朽神体 经过试验发现 即使无法炼化 可只要穿在身上 灵魂攻击 只要穿过这层金甲都得削弱超过九成 物质攻击攻击在金甲上 冲击力也削弱超过九成 单单灵魂 物质攻击都能削弱 这件金甲就是一件珍宝 价值无量 可它却有着致命的弱点是 这件金甲已经定型无法改变大小样式 导致了一系列的麻烦 一 完全固化的金甲 手腕关节肩部等处是僵硬的 如果是舞者流 那么穿着金甲很难挥刀 因为这套金甲丸会固化了 二 而且 本来身高仅仅两米的神灵 要凝聚成八米多高的不朽神体 对实力影响是很大的 一名人类不朽身高两米 就绝对不会故意凝聚成十米 乃至千米 万米的身高 虽然能凝聚 可是对实力影响很大 所以原本体型如何 那才是最强状态 三 这套金甲虽有头盔 可脸部却是裸 露的 那么只要灵魂攻击 物质攻击 从脸部攻击 就不会遭到金甲阻碍 灵魂攻击 物质攻击 威力不会削弱 三大致命弱点 再配上一个极高的药价 50亿混元单位 顿时令这原本价值极高的金甲 变得无人问津 50亿混元单位 罗锋看了案子点头 还好 价格不算太离谱 呀 沐浴王走来 见罗锋正聚精会神 看着那套金甲和图纸上的资料 不由哈哈笑道 这套金甲的确神奇 能阻碍灵魂攻击和物质攻击 可弱点也很明显 特别裸 露的脸部 令原本优点几乎没用 特别是50亿混元单位标价 哈哈 这套金甲也就对蜂王强者有用 可哪个蜂王强者 愿意拿50亿混元单位购买一件 还需要自己凝聚改变不朽神体来适应 缺点处处的甲凯 哦 罗锋看向沐浴王 没人买过 虽缺点处处 可优点也惊人 应该会有购买的超级强者吧 当然有人买过 沐浴王吃笑一声 当年黑黄王就买下了这套金甲 为了适应金甲 他变换体型 凝聚出神体穿着金甲 甚至专门打造一面罩配合金甲 可结果呢 在宇宙秘境中 遭遇一族强者 因为改变不朽神体大小 黑黄王本身实力就削弱了 而那一族强者 本就比他强得多 几次交手 就发现他面罩处施弱点 毕竟黑黄王特别打造的面罩 没金甲这么神奇 面罩仅仅能削弱一成半的灵魂攻击罢了 敌人灵魂攻击 沿着黑黄王面部渗透 一场大战 黑黄王陨落了 哎 可惜 沐浴王摇头 要知道 蜂王强者中 最可怕的 就是擅长灵魂攻击的那群家伙 而灵魂攻击本就虚无 快速 可以从身体任何一个部位渗透 只要身体有一丝弱点 其他部位防御再好也无用 金甲对灵魂攻击无效 还让使用者改变不朽神体 适应它导致削弱实力 真是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若是便宜 在五亿 六亿混员单位 买就买了 可五十亿混员单位 足以让任何一个锋芒强者心疼 舍不得用来买这等物品了 沐浴王说道 无数年来 有几个倒霉鬼陨落后 在无谁傻乎乎来购买了 不过也怪 这金甲一落几次 几经转手 也曾到过敌方阵营 也数次落到我们鸿蒙手里 可我们鸿蒙每次定价 总是五十亿混员单位 按理说 长时间卖不掉 说明价格定位不对 该降价才对 可却一直是五十亿混员单位的价格 哦 在这套金甲刚出现时 定价是五百亿 第一任使用者陨落后 就降价到五十亿 无数年 一直维持五十亿的报价 激进转勺 罗峰已赶到 余宝堂就这一套金甲 共有三套 沐浴王道 不过这套有裂缝的 就是当年卖给黑黄王的 那黑黄王我还认识 哦 罗峰点头 仔细看了眼这套金甲 同时能削弱物质攻击 灵魂攻击 无法改变大小体型 完全固化 无助融入体内 燕神族 就是它 罗峰根据这四点无比确认 这就是比兵甲降甲 更高一等的甲凯 燕神族 那兵之印记 降之印记 都是燕神族文字 无法融入体内 哼 没修炼 无名秘点的磨砂族分身 同样无法融入兵甲 降甲 无法改变大小 只要融入体内 才能随心所欲变化 削弱物质攻击 灵魂攻击 这令我更确认 这就是类似兵甲 降甲的甲凯 罗峰心中忍不住激动 鸿蒙城不愧是人类 和大量族群 无数宝物聚集的地方 自己这随便一逛 就碰到了这件神秘金甲 只是鸿蒙城宝物 虽多却都是明码标价的 幸好这套金甲 因为鸿蒙中的各大族群强者 都无法真正使用 所以价格才不高 买一定得买 罗峰暗道 罗峰很清楚自己的底牌 事无语义 虽然是质保很强 可是对自己重要程度更高的 反而是无名秘点和降甲 因为这两者提高了 自己本身拥有的战力 降甲是凭空让自己 增加万倍借主之力 令自己弥补了 和不朽强者最大的差别 且对攻击的抵御效果 也增加生存能力 降甲 是金甲巨兽 地球人本尊拥有 蜂王战力的主要原因 毕竟单单法则感悟 罗峰靠寿神异境也裁第18层 远远赶不上当年科帝的 20层境界 可仗着神秘降甲 却硬是拥有着极其强悍战力 再配合事无语义 自创的巅峰绝学 能轻易击杀封侯巅峰 甚至靠火神元经 弄死了一封王初等 若非无名秘典 将甲 我也就封侯战力 我得感谢那些 创造无名秘典的大能者 罗峰暗自猜测 地球人是一族大能者 引导孕育而成 燕神族也是那位 一族大能者孕育而成 无名秘典这种逆天的 超越宇宙法则运转的秘法 估摸着也是那位大能者所创 虽从未见过 却受他益处颇多 罗峰暗道 沐浴王 罗峰道 呀 沐浴王已赶看向罗峰 有一事请帮忙 罗峰一笑 随即带着沐浴王一道 走出了店铺 想买金甲 得有五十亿混员单位啊 幸好只是五十亿 还不至于逼迫地卖掉传承经 可那位拿十足青年留下的大量物品 罗峰也得认真点 尽量卖出个高价来 那些战利品 罗峰以他超低折扣来购买 也得花约八十亿积分 当然那些蜂王强者 是没办法享受到这般超低折扣的 罗峰乃是混沌城主 亲传弟子 才有如此优惠 虚拟宇宙公司对罗峰所赚是很少的 耗费一天半时间 罗峰终于将战利品会部卖掉 他先是透过虚拟宇宙公司问问价 那边愿意以七十亿混员单位买下 而后在鸿蒙城的一些店铺问价 那些店铺也是愿意收购一些物品的 店铺中最高收购价 也就是七十八亿混员单位 还是灵脉划算 那慕育王热情带着罗峰 先是在自己居住区内问价 然后透过朋友彼此通知朋友 最终卖出了八十六亿混员单位的价 我如果在虚拟宇宙公司兑换宝物 再在鸿蒙城外 不是赚了 可惜 虚拟宇宙公司不但是对我 对那些原始秘境等核心成员 早就严令禁止贩卖物品 罗峰暗叹 虚拟宇宙公司对他们属培养性质 没想多赚多少 所以价格才低 一天半后 罗峰独自一人来到余宝堂 专门看准了余宝堂内没其他客人的时候 宝物昂贵 蜂王强者恐怕无数年才购买一件 整个鸿蒙城才三百多万蜂王强者 一天恐怕也就那么些蜂王强者 进余宝堂逛逛罢了 大多时候没客人 过来 罗峰召唤逝者 这位客人 你想买些什么 逝者走来 这金甲倒是独特 我买下了 罗峰直接道 罗峰 manifests variants痛多了 爹君估唤逝者 这位客人 这位客人 祝你 巨ği 不噓了 我买下ink了 紧了